小時候的確有個感覺 我是被拋棄了 沒有人要我 沒有人愛我 一下媽媽沒有 一下爸爸沒有 這個東西我覺得它是有 卡在心裡底層 潛意識陪著我長大的 我是小四的時候 爸爸過世 但媽媽在這之前他就先改嫁了 對 所以我等於先從 擔心家庭後來變成隔代教養 不習慣喔 我覺得是 被同學比較 因為你不知道 原來我這樣跟人家不一樣 比如說可能會聽到一些聲音 例如 就是沒有 寶寶媽媽好奇怪喔 怎麼只看過你阿公阿嬤 你寶寶媽媽咧 就是會有這種聲音 那他其實在小時候會累積一些 我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樣 可是也有一派的人說法說 單親家庭的小孩子長大都變壞啦 可是我就會有一種 你越這樣講 我又要做好給你看 可能那個時候 小時候的不一樣會造就我長大知道 我要做什麼是對的事情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因為我國中就戲劇社三年 都表演這件事情 在他們的眼裡是很奇怪的 我阿嬤最常掛嘴邊就是 去找比較好的頭路啦 所以在他的角度 他會覺得這件事情 我不曉得是因為很辛苦還是很奇怪 還是賺不到錢 我還記得某一年的跨年 艾薇爾來台灣的那一年 我阿嬤不讓我去 然後我爆哭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服他 我就打給我嬸嬸 我說阿嬤我想去跨年 可是阿嬤聽不懂我要幹嘛 然後我嬸嬸就幫我跟他溝通 然後後來我還是去了 我就做了叛逆的事情 每當我做一件叛逆的事情 但我就會要再做一個 讓他安心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 我有很常做讓阿嬤安心的事情 所以他就會慢慢 對我的信任度是比較高的 現代年輕人就會覺得 父母很煩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做得不夠讓他有安全感 我們需要爸媽的安全感 但爸媽也需要我們的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安心很重要 所以現在阿嬤有了解嗎 我覺得有了解 我覺得這個真的 是要感謝所有粉絲 因為他們看到我就會 要跟我拍照 然後就 就是很興奮的這種態度 然後阿嬤看著看著 有一次我就自己想說 也開玩笑說 阿嬤有看到沒有 你們孫很紅的喔 然後他就說 有啦有啦我知道啦 我覺得他很妙的一點 我阿嬤還蠻開放的 他就是有點半支持 但他會念你 好啦好啦加油啦 阿嬤有比較好的 工作再換啦 他講這句話講了 講了至少我當這群人的前半段 他都還是這樣講 有比較好的工作你就換吧 直到我覺得是 紅包變大包了 可能以前的2000 3600 6000 8000 1萬 1萬2就這種 因為大家說包給長輩的紅包 要越來越多 也代表著長命百歲 這樣子 慢慢變多 目前大概是 好像2萬左右 可能錢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安全感 對然後在外加其實 因為我們家裡是國宅嘛 然後我記得有連續的 一下冰箱 直接沒電壞掉 再過年的時間 要馬上換冰箱 所以我們就 某一年又換冰箱 然後一下是那個 那個什麼瓦斯爐 然後還有洗澡那叫什麼 熱水器 然後洗衣機 我這樣那兩三年連續換這個大東西 我在想他應該感受得出 我是真的有賺錢 然後我也可以幫助家裡 我可以幫助他 對然後他才開始對我有一個安全感 在老人家的眼裡 好像賺錢這件事情 好像是他們擺在第一位 然後再來第二個我覺得就是陪伴 他最常說 啊什麼時候要回來 啊你又比較電話回來啊 類似這樣子 我盡我所能做到 但是我覺得在他眼裡 絕對不是100分 但在我眼裡我覺得 及格邊緣啦 我也期許我自己可以再更 這件事情可以再多一點 我覺得我現在的階段 也在我人生中在 就是往前階梯 跨一步的那一步上 所以也真的比較忙 對但是我很清楚明白 知道陪伴很重要 所以我回家 我就是不玩手機 我一定陪他聊天 其實我覺得 我沒有做得非常棒 可是我覺得 他一定能感受到我那個 愛他的那個程度 我會用我對他的那個關心 跟愛的方式 表達我對他的愛 對 雖然說我講不出我愛你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先從自己改變 以前有說就是 爸爸不是之前 阿媽媽跟爸爸就分開了 對 那時候心情上 會 心情上嗎 對 我在大學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是很生氣的 我會覺得 是他不要我耶 這種感覺 可是我最近又去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是 他可能想逃離這個家 只是小時候 的確有個感覺 我是被拋棄了 沒有人要我 沒有人愛我 一下媽媽沒有 然後一下爸爸沒有 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是有 卡在心裡底層 潛意識陪著我長大的 這一兩年才有 用這樣子的角度去想 不然原本我會覺得 我跟他就是陌生人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 我也沒有要跟他成為陌生人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 好像在生命中 有一個過不去的坎 我做出了改變 我開始主動聯繫他 我說 欸 媽媽我現在在哪裡喔 然後就拍那個風景照給他看 這樣子 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 我把我自己交出來 當我交出來的時候 有一天他就突然說 要不要來約吃飯 我當下是 我想說好感動喔 怎麼會這樣 雖然說現在一樣很不熟 可是 跟之前比 那個感覺是截然不同的 我就把他當 朋友在聊天 可是我也有拿捏尺度 不要亂問問題 比如說我就不會去問 他的那邊現在家庭怎麼樣 我就問他本人 比如說過得好不好啊 他也很好奇我跟我妹嘛 因為我們是兩隊 兩隊跟他一起吃飯 然後他就會詢問我們的感情觀 幹嘛最近什麼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就是很像過年吃飯聊天的感覺 媽媽媽 我嚇到 我說 你找我媽媽來嗎 嚇死 而且他會答應我也嚇到 因為我以為他會一直覺得 不好意思啦不要啦 可是 我相信他會願意拍也代表著 我們兩個女兒在他心裡 還是有一塊問題而已 今天的世界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是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